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500 我是因为喜欢滑板才有接触到胶片 我用的这部是2084的UOR定胶镜头 这部的话就是在600到1000左右 一直都是用这一个胶片来拍 记录生活啊 花拔啊 然后身边的人都是 胶片的话它没有分说有好的跟坏的 其实它每个人的定义 因为每个人他可能需求不同 还有根据自己来去尝试自己 自己喜欢自己 第一次拍满意的胶片 是跟朋友去中山Tour的时候 然后当时施伟光她是做一个Figgo out的电作 也是我大概拍了两张Food Show 拍到一张挺满意的照片 也是抓拍的我当时觉得挺OK的 可能购物上还会有一点差 但是也是看OK的 设计在里面 有一张好的胶片 我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自己会存 要存 但是不会说一直去看这张照片 我会一段时间之后看 我当时为什么会很满意这张照片 然后为什么又不满意其他照片 所以算是一个工作 我刚开始滑板的话 就是因为 喜欢看什么喜欢 工作也没什么玩 因为时间可能还比较少 现在说在滑板练工作 之后的话我就想 其实可以拍关于滑板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有去换一点方式 就拍了 喜欢拍就拍了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两三年了 我还是会继续的 拍关于滑板的东西 关于最喜欢的东西 我们下期见 最后面的时间